从去年以来求职的民众是越来越多 为了避免民众等待的时间太长 这位服务站就建议大家可以先上网查询全国就职以往 有问题的话在亲自到场咨询 过年后找工作的人是越来越多 以三重人服务站为例 常常一个早上就来了40多人 就服务站建议家中有电脑的民众 可以多利用全国就职以往 先了解目前的直去状况 过完年之后求职民众确实是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是在这边是想建议一下民众 像我们来就在这边求职的时候之前 先到我们全国就职以往 上面可以先登陆一下他的求职资料 基本资料 那如果是有做资料登陆之后的话 来这边会比较方便 速度会比较快 由于求职者众多就服务站为了应应民众需求 林贵人员也从原本的两位增加到五位 并且采取分流措施 不过平均每位求职者的咨询时间 都要十几二十分钟 因此民众免不了 还是得少加等候 求职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一般的话 大约要一十几分钟的时间 才可以服务一位民众 所以希望说民众在这一部分的话 可以先上我们全国就一网 去查询资料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到自由复站这边会比较快 三重就服务站的服务时间 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民众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打29767157的联络电话 远天新闻 方建讯会三重采访报道